西蒙政府上台后多次强调 国家背负一兆令吉的国债 首相敦马迪一生 今天就敦促公务员和政府共赴时间 不要搞对立 他相信只需要三年的时间 国家的财务状况就能够恢复元气 敦马迪今天为解决前朝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设下了一个目标 也就是让国库在三年内回到正轨 但首相挑明 这需要公共领域借一臂之力 公务员不搞对立 释出耐心 而全民必须勒紧腰带 减少开销 那么便可以让政府顺利完成计划 敦马点出在物价高居不下的年代 一旦物价高于薪金增幅 即使高收入也没意义 所以人民薪资调高的同时 也必须严控物价 民众才能应对生计 同时提升市场消费能力 否则只会加重私人界的成本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